2009元的农历9月15 在福建省游西县 一场隆重的祭祀大典 令这座小城一台往日的矜持 来自世界各地的祭拜者 聚首在中西诞生地南西书院 采用传统的祭祀方式 缅怀这位伟大的先贤圣者 流动在祭祀大典中的历史 让每一位祭拜者和观礼者 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竟然能够让几百年后的人们 把他像神一样的重奉和膜拜呢 南宋建言四年 农历9月15这一天 在福建省游西县的一户朱姓人家 诞生了一个男孩 曲明熙 据说 这孩子降生的前三天 朱家故里老宅的一口井里 突然子气如虹 似乎是在预示着朱家要大喜临门了 这孩子降生时 脸部右侧又长有排成北斗七星形状的七颗黑质 所以有人说 朱熙是文曲星下凡 使上天有意识 把他降生到人间来为声民利己 也就是为中国当时的学术 与社会道德创立一套思想体系 这仅仅是一个传说 也许只是人们尊崇他的一个美好想象 也或许是人们不能理解一个凡人 为什么会穷起一生 执着于讲学历说 朱熙用毕生的经历倡导理学 创立敏学 传说中的这个文曲星 最终成为一代理学大师 其后数百年间被当政者数为仅次于孔子的幼仪圣人 当时朱熙学说的权威性不容置疑 成为历代读书人必读的教科书 在交通不便 信息不畅的年代 他是通过什么途径来传播他的学术思想的呢 当时的就是说 主要是两种方式 一种是出书写书 那朱熙这个人就说一生写的书是非常多的 你甚至现在人都没办法统计清楚 他究竟写了多少书 而且他所在的建阳那个地方 也是中国的出版业中心 写完书 那交给书商去印刷 或者甚至自己印刷 马上就卖出去了 很多人一看到他书就去买了 还有一个就是讲学吧 他办的学校会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 比如说广东的江西的湖南的浙江的福建的 跟着他到他那个考厅书院去听他讲课 去让学者有个研究学问的地方 然后再到处去传播 所以主要还是这两个途径吧 总的就是说有点半官官性质 还半民间性质 民间自己办书院 那形成一个这样的分歧下来 对中国教育学应当所影响非常大 书院固然是一个理想的学术传播平台 但是隔一两宋之际 金银平平平和亲 加上明年起义 风起云涌 兵莲获洁 战火纷飞 北宋时期创建的官学书院 大多数在战火中灰飞烟灭 在国家的命运处于危急关头时 许多由官学培养出来的世人 累于功名 建立忘义 缺乏正义感和民族意识 有的连骑马的廉耻之心都丧失殆尽 国力率为事封败坏的严酷事实 更加激发了朱熹的历史使命感 在世人中重建一种新的价值观 收拾人心 重塑伦常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 就这样 创建书院 讲学传道 成了朱熹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南宋绍兴 二十三年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二十四岁的朱熹第一次来到了金门 金门当时隶属于福建省同安县管辖 而朱熹新任全州同安县主部 主管文化教育事业 由于工作原因 他出差到此 在燕南山的燕南书院讲学传道 乡亲们只知道 来了一位视察教育的官员 却不曾想到 就是这位随从不多的主部 改写了金门的历史 原本在宋代以前 金门只是一个木马场 唐德宗真元十九年 福建观察室流勉 奏赦万安木马间于全州 木马间陈渊 率领十二姓族人团居金门 在金门安前村 丰连山一带木马 广兴水利 人口才日渐凡胜 朱熹到此讲学之后 金门乡里受其教化 自此闻风大兴 磕甲鼎盛 因此也被誉为海滨糟炉 为了纪念朱熹 金门自乾隆三十一年起 就在吴江书院内 另辟朱子词 奉死朱熹 相言至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 他在这个同安县任志几年当中 去过金门岛 然后在整个同安县 他有推广一些 做了一些很好的事情 让了当地老百姓 比较怀念他 所以说他比如说 在他亲自给学生讲课 那时候23岁 很年轻的时候 但那学问已经很有根底了 他亲自给同安的那些学生讲课 他们同安那些县学 过去一只美好的老师 就是说美好的老师 他就停下来不办了 有的好的老师来了教教课 就把当地的学生带起来 然后形成一股风气 大家都来学习 那以后呢 同安县怎么 有个很大的变化 就是说 他这近视出来的越来越多了 那可见他就学问成了很根底 他就说把鲁学 灌成到民间去 然后他后世人传说 就说比如说 现在像闽南一带 曾经流行过的妇女 带那个什么呢 头上带一块金 这个人就相传是文公破 相传是朱熹的遗志 在朱熹和其他一些 理学大师的努力下 宋代南方的许多书院 已经发展成为讲学 授业 讨论学术 刊印书籍的重要场所 值得注意的是 在宋代的学校中 还将数学和医学 列为教学内容 设有专门的算学科和医学科 朱熹在白鹿洞书院 讲学期间重修书院 并亲子定下学规 倡导 博学之 审问之 慎思之 明辨之 读行之的学风 台湾一些大学的校规 与诸子学规同出一辙 那么 这学规究竟是何时 传承过去的呢 据史料记载 清朝康熙年间 收复台湾之后 朝廷专门设立台湾府 隶属福建省 闽台两地的文化联系 更为密切 到台湾府任职的各级官员 许多都是从福建内地选派 轮流到任的 台湾在文化教育方面 更是全盘照搬福建的体制 台湾各府县与福建内地一样 普遍设立府学 县学 府县学的教授 教育 殉导 也都由福建内地选派充任 同时 福建盛行的书院制度 也移植到了台湾 闽台两地的书院 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台湾府当地各类学校的教材 与福建所用完全一样 都采用四书五经和朱熙注释的教材 各类学校颁布的学规 更是照抄闽学创始人 朱熙制定的白鹿洞书院学规 直至今天 国内外很多学校的校规 校训也都是以这个学规为蓝本的 朱熙在书院讲学期间 一直把四书作为基础教材 推行通俗的儒学教化 他把大学中格物置之 正心诚意 修身齐驾 治国平天下的精神 加以具体化 通俗化 构建了一套周密的社会秩序 在教学实践的基础上 他转着了一步 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 影响极其深远的哲学文献 四书极注 重新诠释论语 孟子 大学 中庸 使得理学透过四书而深入人心 一般是讲五经 没有讲四书 但是他五经当中 包括论语 跟这个孟子 这两本书都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另外像中庸大学 并没把说得很重视 他只是理记当中的 两篇小文章 但朱熹把它单独提出来 他认为这可以贯穿 他的鲁家的主要这些思想 然后进行详细的长发 使他成为鲁家的核心的思想 由于他的提倡 中庸大学的地位来大大提高 然后跟这个论语门子 会在一起成为世俗 在这部宏大的文献中 浸透着朱熹主要的政治观点 和道德修养主张 公元1313年 元代仁宗皇帝下令 科举考试以四书为主要内容 以四书脊柱为官方解释和立论根据 这种做法 这种做法一直沿用到1905年 废除科举考试为止 此书集入 作为官方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答案标准 时间长达600多年之久 由这种思想和理论灌输 禁问的古代中国被世人称作礼仪之邦 秦康熙五十年 也就是公元1711年 康熙皇帝下诏生朱熙佩斯孔庙 十折之列 入大成殿立牌 既知他进入文庙大殿 成为孔子的佩祥 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位圣人 但谁会想到 这样一位影响中国社会 几百年的理学大师 生前却落魄地 被当时的朝廷踩在脚下 他的学说被当时的一些人 斥为伪学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当时朝廷当中也有两派了 当时新城 赵鼎这一派 跟韩陀周这一派 双方在竞争 双方实际上对生活的概念不同 对规矩观察不同 就产生了两种派别 两种生活态度 那朱熙比较接近于赵鼎 那韩陀周这一派的人 很讨厌朱熙这样的人 你朱熙还要他 他们接冷遇 他们就觉得每个官员都不要那么 好像冷遇横流 看到钱就想贪 每个人娶了什么十几个到几十个的小老婆 你这样做不大好 他这样讲的话就那些官僚们很不高兴 就在后面低估他 然后给他安安了很多的罪名 就想把那朱熙打下去了 他就想利用这个禁伪学的方式来作为打击 赵鼎这一派的一种方法 这场政治斗争的结局 使朝廷罗织了子虚乌有的伪学逆党 一共五十九人 而朱熙便是这个伪学逆党的首领 因此备受污蔑和攻击 只得四处躲避 但他仍不忘讲学 著书 庆元六年 也就是公元一二零零年 朱老夫子在孤独凄凉的病榻上悄然离世 在他的遗体下葬时 散落在四面八方的弟子 不顾朝廷的禁令纷纷前来送葬 以致官方考虑动用武力来维持秩序 在他死后的第九年 沉冤而去的朱熙得以昭雪平凡 次世文 自此被尊为朱文公 因为朝廷又开始意识到 朱熙理学的价值所在 此后 朱熙的地位 随着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 开始逐渐升高 绵延了整整七个世纪 朱熙的学术和思想 成为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 统治阶级思想的理论基础 朱熙的学术不仅成为中国的国学 而且从十四世纪开始 相继传播于日本 朝鲜等国 日本国从德川幕府时代起 就以朱熙的学说为官学 如今 朱熙的学说 已经被国际学者所重视 每年农历九月十五 朱熙诞辰这一天 来自五湖四海的朱子后裔 和朱熙理学的推崇者们 接踵而至 在八敏各地追寻先贤的足迹 多黏青 正在大吉他 中文字幕演唱 符筹